然后呢 我们今天课的主题是什么呢 我们今天课的主题是 怎么样充分理解共鸣 我们大家所听到的 歌唱家所唱出来的好的声音啊 那都是共鸣 那不是嗓 单纯的嗓子的声音 基本上绝大多数 90%以上是共鸣 是共鸣出来的效果 声带 它气息经过它 它产生振动 它是能发出声音 但是它只有两个基本职责 第一个 就是提供一个基本的音高 第二个 提供一个最基础的音色 最基础的基因 这个声音 如果单是它的话 没有共鸣存在的话 会是非常难听的 是没有我们所说的那种音色 我们美丽的声音 我们美丽的声音漂亮的音色 从哪里来呢 其实就是从共鸣中来 由此可见 歌唱的声音 就是共鸣的产物 而不是只是你的喉咙 那么我们讲 歌唱的共鸣 有哪几种共鸣呢 就是 从我们人类的歌唱来说 大致有三种共鸣 主要的共鸣 首先 最直接的 也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的口腔共鸣 我们的口腔 口腔是指的哪呢 其实就是 我们打开喉咙 内部 烟壁前面 喉管里面 包括我们整个口腔 这个内壁 这个上颚 舌头也包括 它所营造出来的 在这一块的 是我们的口腔共鸣 往上呢 是头腔共鸣 对 头腔共鸣 是指的哪呢 在我看来 头腔共鸣 其实就是 我之前跟大家讲过 就是我们的 头的内部 构造里面 其实 在这里面 包括鼻子后面 包括嘴巴后面这块 有很多空的部位 里面是充满了空气的 包括高到我们的蝶痘 我们的鼻腔 我们鼻腔后面的 这边的蝶痘 蝶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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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蝶痘 蝶痘 这一块都是充满了空气的 我们的歌唱 如果能把这一块的空气 引起共振的话 你就获得了头腔共鸣 如果震动不了它的话 就没有头腔共鸣 对 口腔以下 是哪呢 是我们的胸腔共鸣 胸腔共鸣呢 相对来说 并不是那么容易理解 其实呢 胸腔共鸣是什么呢 它的效果的产生 其实就是我们整个 这个包括气管的震动 包括胸腔这里面的空气的 引起的共振 这是胸腔共鸣 胸腔共鸣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基本的 但是 胸腔共鸣也是唯一一个 不要刻意的 不要刻意的去寻找的 这么一个共鸣 在我看来 很多人都说 我要找到我的胸腔共鸣 我怎么样 我就通过压喉咙 包括去用这儿去 其实是不对的 在我看来 胸腔共鸣 它能产生的一个重要前提是什么 是 你胸腔要放松 要放松了 它才能震动的起来 这和喉腔其实是一个道理 喉腔如果是紧张的话 它是不能产生好的共鸣的 所以我之前一直在给大家交流的 给大家传输的这些概念 和这些方法 都是教你怎么去放松喉腔 让它自然的打开 但是 不让它紧张 胸腔也是 我们要打开胸腔 让它产生共鸣 就是要怎么样呢 就是要放松它 但是 唱歌功名不好的人 一般来说都是放松不了的 来自于哪儿的问题 来自于呼吸 就是呼吸 当然也和站姿有关 站姿有的人很厚 或者有的人很铁 都会引起不同的紧张程度 我们人应该站直 感觉这儿有一个人 我们就像一个木偶一样 一个人拿着线 把我们拎起来 对 可以活动的 你的脖子 不是紧张的 然后什么呢 呼吸通一个身 呼吸吸下去之后 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 你的轮胎的位置 把气吸到那儿 胸腔共鸣 用不上的人 是吸到哪儿呢 是吸到这儿了 对吧 它没有吸下去 它没有吸下去 但是 大家注意看我的动作 这种呼吸 是非常危险的 为什么呢 它会让你的肌肉反生紧张 你的胸就紧起来了 紧起来 是没有胸腔共鸣的 是用不上 所以说 我们刚才说到 这个好的声音 一定是什么呢 放松的胸腔 然后 合理的 我上几个讲的 正确的打开你的喉咙 正确的打开你的喉咙 建立好一个好的口腔共鸣 放松 但是积极打开 头腔共鸣 怎么获得 就是 还是我上节课讲的那个 Inner smile 里面的微笑 你可以理解为 会心的微笑也好 奸笑也好 这个坏笑也好 但是就是不可以 皮笑肉不笑 傻笑 这是不可以的 因为感觉里面的 感觉你的软肋 你的小舌头 对 我还通过那个方法 启发大家 大家还记得吗 就是这个 要感受到什么 要感受到像 打哈欠 没打出来 打喷嚏 没打出来 想到喷嚏 没打而来 对了 软肋的抬气 能让你的气怎么样 更通顺的 能够进入到你的 鼻腔后面 包括这一块里面的空间 能让你的音波 在里面的 把里面的空气震动下 其实就是在乎于 这个 你有没有这个 兴奋和抬气 所以我一开始说 保持里面的一个微笑 是有助于 帮助你打开 你的头腔 用上你的面罩 其实面罩 就是头腔共鸣 完全就可以这么理解 面罩就是高位置 的一个共鸣 对 所以说 这三个共鸣呢 都是连接在一起 要用上你的头腔共鸣 除了刚才我说的 这个 这个兴奋和抬气 和感受之外 声音都在这 明亮的声音 清脆的声音 高位置的声音 要用头眼长的声音 都在这 它还有一个重要前提 是什么呢 就是你要有一个 放松的 打开的喉咙 说一个结果 就是你要有一个 低的喉咙 你唱歌不能提上去 也不能有一个 太压的后卫 压住了 这声音都跑到 都注意到这里来了 它就上不去了 所以说 这个 这三个共鸣的调整 包括我们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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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的摆放 包括我们的里面 肌肉的调整 是一个非常非常精密的仪器 一定是需要 有一个正确的概念 首先 这是首先的 第二个 还有有一个 积极的正确的 概念上的引导 最好还有一些手段 大家才能最终获得 我之前说的那个笑 包括那个 我不知道大家在下面练了一些 练了没 其实这个 那个方法就是非常好的 帮你获得面罩和头枪的 这么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练习 我可以 跟大家 说实话 就是说 如果 歌唱丢掉了头枪共鸣 和面罩 是一个 灾难 这个声音 首先 这个声音不是明亮的 靠前的 不是 不是 往前 传达的 它会 让你的位置 全下来 所以说 这个头枪共鸣 是最重要的 也是我们 这几个共鸣里面 最重要的 就是说 声音一定要在高位置上 胸枪 和喉枪的打开 和放松 都是为了 建立好一个好的头枪 你的声音才能传出去 对 头枪共鸣 也是最难获得的一个共鸣 就是说 我之前说过 就是 首先要有空间 空间哪里来呢 放松胸枪 用气息去放松它 就我之前讲的那个融化法 只是有时候忘了 调 什么是 忘了哪个调 哈哈 哎呀哎呀哎呀 老人没发松 发没有人 倒是这个吗 就是 放松 你的胸枪 打开喉咙之后 保持微笑 对 基本就是这个状态 对 就在这 这基本上 包括 要有一个好的深的呼吸 你这三个 你这三个 就是 共鸣 基本就能 比较好的利用上 等一会儿 我也会带着大家 一起练习 好吧 这个 侯 侯卫咋样才算 适合 不要可以去想它 不要可以去想 我要摆放到哪个位置 简单一点 学声乐 有的时候啊 我为什么说 这个声乐 是一个感觉的一书 不要拿尺子去量它 不要说 我火味下降到这 才可以 或者是 就是我之前说的那个 和气息锅放松下去 就好了 就好了 对 然后唱的时候 我感受到自己提 那怎么办 感觉气息一直在拽着它 对 气息一直在 跟它一块待在下面 不要让它抬上去 对 呃 呃 这个 刚才讲到这个 三个共鸣啊 我只是说的这个共鸣 其实是现象 嗯 我下面想要说的呢 就是说 什么 会影响你歌唱时的共鸣 什么 是你歌唱时候的共鸣 就是 你的原因 大家知道什么是原因吗 原因是 R A E O 五个原因 这是歌唱的原因 当然 我们的汉语里面 有这个混合原因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还是要先把这个意大利语的 这个 R A E O 这五个原因唱对 混合原因 以后才有手段去解决 先把纯言原因唱对 共鸣 就来自于原因 没有 没有一个 好的原因 就没有好的共鸣 为什么这么说 这也是我经常说的一句话 就说 很多人的歌唱的问题 都来自于哪 都来自于 他 他的语言习惯 比如说 R A E O O 这五个原因 我们中间的北方学员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北方学员 有的话给我一个一 我们中间的北方学员 很多人就唱不好 这R A E O O 五个原因中的 A和O A没有问题 O没有问题 E也没有大问题 就是A和O 所以说在演唱外文的时候 就是 比如说 这是意大利语的 大家都听过这个 北方学员可能会怎么唱 就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汉语的这个混合原因 归运会影响你原因的唇 只要唱 奔的同学 一般来说 他那个音的音色就不好 为什么 因为没有保持住一个 漂亮的 正确的原因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今天跟大家说的 共鸣的重要性 来自于你的原因的摆放 所以我经常在教学的时候 跟我的学生说 没有一个正确的原因 没有一个正确的原因的 摆放的位置 你是很难获得你的 好的声音的 而且 好多北方的同学 会把A后面加一个E A O后面加个U O 对吗 我们北方人经常说 要么就是A 要么就是A嘛 A嘛 对不对 A A 但是 原因是纯的 没有A 只有A 没有A A 不对 就是很多北方学员会犯的问题 不对 要把原因唱纯 对 要摆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你的声音才会自正腔圆 这就是自不正 这就是自不正 你没有自 就更别说正与不正了 对不对 不可能有声啊 这才是 要把原因唱出来 所以我经常的时候 所以我经常的时候 也会跟我的同学 我的学生 讲这么一个道理 我经常会用这个例子 因为我就是非常好 就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 好的声音啊 其实就是你的字 字是什么 辅音和原音 原因是产生你声音和共鸣的 对吧 为什么 因为如果把我们的歌唱体系 比喻成一个巧克力工厂的话 我们的气发动 吹动声带 产生基因 之后 那个声音 我刚才说提供了一个 基本的音高和基本的音色 之后 它就是那个什么 那个融化的那个巧克力浆 我们巧克力生产工厂 要做的是什么呢 要把它做成不同的形状的 小动物的形状的巧克力 有兔子的 有小马的 有小牛的 有小羊的 怎么才能把它们 做成不同种类动物的小兔子 就像我们咬字 唱不同的字 不同的词 怎么才能把它们 像模像样的做出来 就是你的这个母子 母子是什么 就是你的原因 就是你的原因的摆放 如果你原因摆放不对 母子就是不对的 你可能做出来的 你的那个 你的那个猪 小猪 就是带着脚的 你做出来的 那个小狗 可能就只有两个 蹄子 两个爪子 对吗 就不正了 所以说这个原因的摆放非常重要 我接下来会带着大家一块练 就是说 有了一个好的原因 你就有好的共鸣和歌唱 当然了 也得结合我刚才说的那几个 大炸子 不是意大利 对对对对 OK 老师可以用中文示范吗 没有问题 我刚才呢 用意大利文说的 只是说这个原因 纯与不纯的问题 中文也是啊 中文也存在你原因不纯的时候 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个重要性 主要是突出啊 你把这个 对 这个同学说的很好 讲中文也是要把这个 这个阿姨奥武唱好的 对 你保持不住好的原因 你唱中文 你也没有 也唱不好 对 就是说 我刚才说的这个原因 就是母子 你才能做出不同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对吧 呃 好 我们现在进入练习阶段啊 但是 今天讲我们共鸣之前啊 我想带大家 我们复习一下之前的课 好不好 同意 跟我一块复习一下之前课的同学 来 跟我一块 做一下 我们之前的那个 呼吸的这个 这个呃 支持的寻找 啊 来 对 找把椅子 坐直 啊 这是基础 不跟大家热一下身 你也没法直接 能够获得今天的这些 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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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感受啊 坐直 怎么样 两个手 两个手肘 放到你的膝盖上 来 对 两个大拇指 贴着下巴 对 呼吸 对 要感觉你的 你的腰腹部都撑开了 对 你这样吸吸的话 你是吸不到这儿来的 你们试一下 你是吸不到胸口来的 你 你只能吸到你的腰腹 和背上去 对 保持你的腰腹啊 和你背骨的这么一个 像四面八方的一个扩张的感觉 对 哦 慢慢站起来 对 慢慢站起来 对 还要保持刚才那个 那个呼吸 对 站起来的时候的呼吸 也要保持刚才那样的感觉 对 站直了 站直了 也得保持住刚才的感觉 对 让你的这一块呼吸 保持刚才坐着的感觉 对 就是在这儿 千万不能 这个呼吸是错的 一定是要吸到你的腰腹部 啊 这一块 这是一个整体 这里不能抬起 上面不能抬起 只是把下面起 对 然后唱的时候怎么样 保持它的扩张 啊 保持它的扩张 对 大家都在做不做 都在做吗 要经常做 帮你获得一个 好的呼吸 好 保持住这个呼吸 我们做一下练习 好吧 大家说等 保持住的呼吸 我们再回归一下上节课的那个 打开喉咙的感觉 好吧 就是 气息吸下去之后 要感觉你的喉咙 自然的放松下沉 跟它一块下去了 就像一个冰淇淋一样融化法 对 对 哎 对 吸到这里来 对 然后怎么样 响 里面的这个 哼 很有效 就是以后会练成粗腰了吧 哈哈 这个 这个练习 这个正确的呼吸的练习 会让你的歌唱的 这个呼吸 肌肉群 会让它强大 但是基本上 如果说是粗腰呢 基本上还是靠吃的 和唱歌没有太大的关系 现在还有啥音吗 很大吗 声音 很受影响吗 大家 现在应该好一些了 对吧 好 来 我们试一下 对 第一步 把我们的气息放下去 把喉咙 自然的下降 和气息块放下去 然后与此同时 想 这个 里面的这个 微笑的 会心微笑的感觉 来 很好 对 要感觉声音始终是在这 对 而且 A和呀 A和阿 离得很近 都要在这 感觉声音在这 能不断地传出去 对声音要有一个想象 对 再来 吸气 来 感觉最后一个音 反而能到最远的那个地方 好吗 来 大家感觉一下 对 我的阿 绝对不是 80%的学员和同学 以我的教学经验来看 很多人都会有这么一个问题 就是阿 在口腔里太多 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就是 口腔共鸣太多了 没有挂上面罩和高位置 就是说 头腔共鸣没有挂上 对 好的歌唱 永远是 要 要同时震动这三个共鸣 这三个共鸣都要有 而且 这个点就要在于什么 分配好它的比例 它的比例 你要掌握好 对 这样的同学 一般都是什么 口腔的共鸣太多了 没有挂上上面 距离很小 大家试一下 好吗 感觉永远就是保持在这 然后 胸腔共鸣怎么获得呢 通过我刚才说的那个 下沉式呼吸 然后 喉咙这一块怎么样 冰淇淋融化 这里冰淇淋融化 上面怎么样 保持微笑 就是这么一个运作 对了 非常好 在这感受这个 距离很小 都在这 感受一下 来 来 共呼吸 呼吸 是不是感觉好一些 对不对 不要 这个就是 太多了 大家看 我刚才也没有刻意的 加胸腔共鸣 但是它是存在的 对吧 就是 胸腔共鸣 不能用来 当做一个什么 手段 你看我在这唱 我胸腔多雄壮 不可以 胸腔共鸣就是放松获得的 就是气息放下去 喉咙打开 自然就能引起它的共振 相对难的 是头腔共鸣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里面这个 微笑的 尖笑的感觉 不是谁都能一直都保持住的 我们训练的 就是你们这个能力 想唱好歌吗 就必须练它 始终保持在这个感觉上 对 不能唱上笑意了 这个声音 音色又不好听 你的高音还上不去 是吗 还不够有诉说感 这样 对对 再来 跟我一块做呼吸 感觉到了吗 大家 有没有感受 大家跟我交流一下 有没有感受 有什么感受 有什么感受 有一点 对 就是我刚才说的这些动作 放下气息之后 其实就是一个什么过程 其实就是把你的 该有的这些空间都打开 然后怎么样 你的这些共鸣 就能用得上 为什么 因为你打开了 放松了 也打开了 就自然 这个声音 我刚才说的 声带产生的这个基因 这个难听的基因 就能把它们引起共振 你的声音就成了立体声了 刚才这个学员说的非常好 就是一个立体声了 就不是单声到了 我看一下 对对 这位学员说的很好 面罩用微笑感获得 非常好 面罩 就是传统的意大利唱法 就是这个 传统的意大利唱法 我不知道大家看过没 看过没看过这个 卡鲁索他的自传里面 他就让他的一个 一个摄像师 给他拍好 他唱五个原音的时候 是什么动作 就是这样 这在他自传里面 他自己拍的照片 这是最纯正的意大利唱法 对 像表 对 那有的朋友说 就是一直要保持微笑唱歌 不一定 你可以选择放松 但是 要保持 里面微笑的感觉放松 就怕那个面瘫式唱法 就是 这就是没有面罩 就是 你保持这个 变束口心 也是在上面的 不一定会得笑 但是 我里面 我能保持微笑的这个感觉 给带来的 建立起来的一个空间 对吧 但是作为大家来说 我建议大家 保持动作练习 是对你的声音 是非常有好处的 对 感觉这样唱 喉咙不累不紧 非常好 再继续来 对 多动脑子少张嘴 跟我先想 对 这些动作 我们都必须要重复 耐心的去重复它 是不是 非常好 以前是单声道的感觉 现在感觉有音响了 立体了 音量大了 有三维空间 非常好 听到您这么说 我非常开心 对 为什么呢 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 就是回到我们今天的主题 这个共鸣 你怎么才能获得投降共鸣 你得把里面的空气震响 这空气我们天然是震不响的 是达不到歌唱的 需要的那种投降的 我们天然 我们只能通过去训练手段 什么手段 就是保持一个里面的兴奋和抬起 这个东西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还要想象去感受 你的声音在这儿有一个效果 明亮 年轻 清脆的声音是在这儿的 对 你声音永远是速说感 往前流动 就像扔一个石子在湖面上 是有波纹的 声音要波纹一样流动出去 对 始终保持这个方向 当然只有这个方向可以吗 不可以 尤其是唱很重的时候 大家可能会过度的 啊 太往外推 啊 不要往外推 还要想到里面的空间 哎 这个之后我也会讲到 啊 继续 我们再练一条 放下气息 是不是感觉 很好 对 这一块就是和气息一块放下去 胸箱自然就能挂得上 它就自然能引起震动 只要你紧张 它就参与不了震动 喉咙也是 你紧张去撑它 可以去撑它 就获得不了好的共鸣 为什么呢 因为它紧张 它不能合适地 产生一个震动 老师 A的舌头 对了 A的舌头是有变化的 A的时候 A的时候 我这里 让大家唱一篇 A的A 所以说就不唱那个 不唱那个开的A 不要唱这个 我们唱法语的那个 上面一个小屁 唱那个关的A 其实我们的舌面是有点 这是A 对 这是A A的时候 稍微一点 舌面有一点抬起 对 A是平的 A不可能是平的 没有人可以平着唱 A 不好 但是里面是放松的 好 我们回到今天的主题 刚才帮大家一块练这个 找一下之前的感觉 合适地打开喉咙 放下气息 抬起上面 今天 现在呢 我回到今天的主题 就是讲我们这个共鸣 之前讲到了 有一个好的原因 就有好的共鸣 我之前跟很多学生都说过 你那个原因模糊不清 你的声音不可能是好的 都不知道说 不知道那个原因是啥 就是没有母子 要有母子 等会可以给大家放一下 Paparotti Domingo Fleini 他们唱的这些传统的 伟大的歌唱家 他们的歌唱 永远是非常清楚 位置非常高 每一个母音都有它自己的位置 绝对不可能 就是把它含糊起来 模糊起来是不可以的 所以说今天 我现在要帮大家找到一个 这五个母音 怎么发 首先 A A 是我们所有母音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母音 A是最重要的 因为它是一个最自然的状态 我们的人类 最自然的一个母音就是A 有了这个基础上之后 我们自己 再衍生出不同的形状口腔 才有的A 是最原始的 也是最直接的 唱好A 对训练歌唱的意义 非常非常大 但是 A 也是最容易出问题的一个母音 它比其他母音都容易出问题 为什么呢 因为它天然是一个低位置的 天然的在口腔共鸣 这个角度上 它是比较明显的 就是口腔共鸣在A上 是参与的很多的 但是 我刚才讲到我们歌唱 要怎么样 要把我们天然的口腔共鸣的这个感觉 把它往两边拉 又能落下来用上声唱共鸣 又能挂上头腔 就不能用这么多口腔 A 反倒是一个最难训练的 一个合适的 正确的A应该怎么摆放 气息 下沉 刚才说到喉咙放开 喉咙打开 喉咙打开的感觉 其实这一块 喉咙打开的感觉 唱所有的母音 都应该是一个感觉 唱一页得在这 里面是不变的 所以说我刚才跟大家说的是融化法 这个融化法和这个深的呼吸支持 它就是你唱 不论唱什么词 唱什么歌 唱 哪首歌 外国歌也好 中国歌也好 都是一样的 之前这个里面的准备是不变的 都是一样的啊 看下去之后 A应该怎么放 首先 保持一点 保持一点感觉 里面的那个 开启的感觉 然后 这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 比较 在位置上的 但是又不是很有紧张感的啊 跟我做一下大家 首先气息 喉咙放下 里面抬起 感觉 在这个部位 发出去 传出去 很多我们的学员肯定会怎么样 错了 这是不对的 我们找一个音 大家都能唱 啊 不对的 或者是 啊 提起来了喉咙 也是不对的 做对我刚才说的这些 感觉在这啊 然后这一块怎么样 我说的那个融化感觉 快去放松下去 跟起一块声 沉下去 放松的 对吗 我用这个嘴 来咬啊 感觉你嘴巴这儿 感觉你的鼻子这儿 鼻子里面长了一张嘴巴 鼻子里面长了一张嘴巴 不是在这儿了 嘴巴不是在这儿了 百分之八十的人都有这个问题 啊 位置太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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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没有感觉 大家有没有感觉 是不是感觉这个啊 更在这儿了 哦 哦 不是啊 啊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歌唱的状态 这也是我最想跟大家一块 我们把它建立起来的 没有这个 其他的就很难 很难做到 对 是不是感觉 你们一兴奋抬起这个啊 在这儿的共鸣更多了 是吗 更清脆明亮了 不是哦哦倒进去的 很好 对 记住这个状态 哦 在这儿 哎 阿姆音呢 在共鸣上的这个 这个我们的这个寻找 要觉在哪 就是 大家一定要警觉 要警惕 唱的时候 自己要有警惕的这个心情 就是 啊 我本能的很容易在这个口腔里面 啊 不要 用我刚才说的呼吸法 弹上去之后 感觉 鼻子后面有一张嘴 在这儿唱啊 啊 啊 顺利点的话就是 啊 啊 啊 这个啊 充满幸福感的 对不对 啊 啊 一听就是 感觉好像 比别人赶紧钱没还 啊 然后 也可能是 就自己考试考了 三十分啊 有点不舒服的那种感觉 对 一定是 幸福感的 从表情上就得看出来 表情 是 最关键的一个 你的声音的外部展现 你的表情好不好看 你唱歌的时候 你唱歌的时候 唱歌的时候 我深深地爱着你 这片多情的土地 一听你就是假的 嗯 一听你就没有这么爱 这片土地 对吧 为什么 没有诉说感 那表情就 扔 扔 我深深地爱着你 这片多情的土地 我时刻都心